我們來看這一局的一個攻勢了 這一棒打到了左外野 左外野手往後退 看起來是接不到囉 做了一個假接球的一個動作 二壘上跑者沒有被騙 繞過了三壘 回來一壘上跑者繞過了三壘 這個球在本壘要攻防戰了 拉回來 看起來是奧鬥 沒錯 哇 捕手這個觸殺 做的是非常的乾淨俐落 那打者是上三壘 這個球呢 錫薇瓦先做一個 假裝能夠接到球的一個動作 但很明顯這個球是歐巴 非常精彩的一個攻防戰 從一壘的這個跑者跑回本壘 第一時間的一個判斷是非常正確 這個球確定是一個深遠的這個安打的一個情況 所以一口氣呢 連三壘的這個指導教練呢 也讓他直衝本壘 那麼在波特里克這個部分 一點時間都沒有浪費掉 非常準的一個轉傳 每一個點都非常的準 尤其是最後游擊手這個轉傳 對 然後捕手其實把 這個很技巧性把門打開來 對 讓你覺得好像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他接球順勢拉過去了 將跑者呢給觸殺 中田上在本壘被觸殺出去 謝謝大家